九天内朝鲜三度试射六枚飞弹 这让和平许久的两韩关系再度剑拔弩张 7月25号凌晨5点34分 朝鲜在原山一带接连发射两枚短程飞弹 飞行高度50公里 飞行约430公里之后落入东海 朝鲜官媒隔天发布新闻指金正恩视察 指导了新型战术导向武器的发射 这是以武力示威 针对南韩的严正警告 朝鲜中央台报道说 这款新型飞弹有精确的制导能力 能改变飞行轨道 具备难以拦截的低高度滑翔跳跃型战术飞弹特点 事实上朝鲜五月试射的也正是这一款 拥有俄国伊斯坎德尔飞弹特点的武器 韩美联军将其命名为KN23朝鲜版的伊斯坎德尔飞弹 韩国军方跟一度连飞弹飞多远 都没有能够及时追踪赶上 六天之后 7月31号 朝鲜在朝向东北方海域发射两枚飞弹 飞行高度30公里 飞行距离则大约是250公里 韩国军方判定这又是一次短程飞弹试射 但事后朝鲜官媒却发布消息指 金正恩指导试射的是最新研制 大口径可控型火箭炮 韩国军方显然是又一次 未能够精准掌握朝鲜飞弹的面貌 两韩之间敏感神经被挑起 韩国对于来自半岛北方的威胁 警戒再升高 但是为最大安全保障的军事盟友美国 态度却耐人寻味 川普在2号朝鲜第三度试射飞弹之后 更新推文回应称 这些飞弹测试并没有违反新加坡协议 他跟金正恩握手的时候 也并没有讨论过所谓的短程飞弹问题 川普说金正恩并不想背信弃印 让他的朋友川普总统失望 金正恩太聪明了 对他的国家怀抱有美丽的愿景 而这只有我担任总统的美国 才能协助他实现这个愿景 骚找川普在白宫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更说他跟金正恩的关系一样很好 认为这只是两韩之间的纠纷 美国自己都在8月2号 推出中程飞弹条约 自食立场 难以再去评说朝鲜发射 短程飞弹 何况只要不是对准美国 川普显然并不是很在意 甚至乐于见到两韩之间 发生紧张状况 因为川普要求文在寅政府 为享有美国的保护 支付更多防卫费分担金的计划 始终没有停止 韩国《东亚日报》引述 来自华盛顿消息人士称 川普正透过外交管道 要求韩国2020年度的防卫费谈判 应该支付高达50亿美金的分探费 波段23号访问韩国 也并不是为了协调韩日争端而来 而是要向韩国提出 调涨数倍的 驻韩美军反卫费 清瓦台事后承认 波段到访确实提到了 防卫费分担金的问题 但没有谈到具体数字 只强调会是一个基于联盟关系的 合理金额 韩美双方今年2月10号 才刚刚签署第10份 防卫费分担协定 韩国支付的分担金额 是1兆380亿韩元 大约是9.23亿美金 调涨8.2% 有效期限只有一年 也就是到2019年底为止 在川普之前 韩美军事联盟防卫费的分担问题 是每三年重新协商一次 而从2019年开始 变成每年都得要重来一次 现在传出来的金额51美金 相当于6兆韩元 整整10倍有余 有韩美报道讽刺 原本期待这位主要盟友 是来协助解决韩日争端 但想不到 对方只想要钱 韩美同盟 犹如风中禅主 7月中日本的经济保护 和中间 Russia軍用机が 我们的轻盟 和 即是北韩 我们直接攻击 护身码 北韩美军 鲜兰奥 特朗普大臣 在北韩美军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